中心这些 每个内容都还会有一些注释解释 那么这个是外走的 就表示他们是相对独立的纵向功能模块 X走的 这个是通用的 看到没有 是不是就画出来了 对吧 除了这个 那么这就符合了我说的其中两条 一编号 第二 三轴线模型 大家记住 第二 就是大家看这个地方 当然这也有一些流程 然后编单提交流程 这也是一个辅助 看这资源 我把资源进行了目录分类 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所有的静态的对象 我统一来进行管理了 比方说你用到了什么产品信息 用到了什么表单 见面 我都统一管理了 我怎么管理的呢 所有的操作者 我都在这作为一个actor放在这 就是一个角色 而且这样的角色 往往最后会对应到我们的权限 这个非常有用 看到没有 各种添加者 各种审核者 提交着 我作为一个角色 放在这里 这样子 我在哪个图上面要用了 我是不是给它拖过来就行了 很方便 对吧 而且这样子 我们把它按照这种资源 给它 你看我们 Eclipse 做Android开发的时候 它是不是有个专门的资源目录 也就是为了我们开发的时候 方便嘛 在调用资源的方便 我们这也要设 专门的资源目录 把那些所有的精彩的东西 放到这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将来设计 看的方便 对不对 想象一下 是不是这样 这些对象很有可能 有的就是跟我们全线对应 有的就是跟我们什么 就是跟我们的表单对应 有的可能就是跟我们的 Object类对应 有的可能就是跟我们的什么 数据库的表对应 对吧 你看Document 这些就是我们的业务对象 这些就是我们的业务对象 那么这还有仕途 我就没话了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界面对象 你看我可以把它分开了 这业务对象 这界面对象 这是服务器 就是我们的硬件 这是角色 比方说什么老板呢 总经理啊 某一个角色 才可以跟我们这个有关系 还可以跟我们的具体的 某一个actor有关系 看我画了一个类图 来看他们的一些关系 单据啊等等等等 这个这个比较简陋 这个这整个例子没画完 这是当场给 之前是给别人做演练的 所以我也没有全部画完 没有全部画完 但是我画了一部分 比方说你看这样分了这么多 然后我也是层层细分 然后看一下其中收录系统 里头有个Y001 你看我开始编号了 Y001 Y002 对不对 跟他对应的 对不对 那么Y0001里头 又有个Y001-1 是添加任务单 我们来看一下编单 你看 这是 我们来看一下 给看晕了 这是一级目录 其中有一个叫Y001编单 那么在编单里头 又有个二级目录 看没有 编单又包括这些功能模仿 对不对 其中一个是什么 添加任务单 我取名叫Y001-1 那么添加用任务单 它的最小 它就是个最小单元了 它是怎么做的呢 经过用户全线校验 编单任务的添加者 填写任务单 这个任务单对象是什么样子 在这儿描述的 保存任务单 系统验证我们的任务单 那么验证的时候 包括两种情况 一验证不通过 就给出提示 给出提示 然后再继续再返回来 填写这个任务单 如果验证通过 保存完成 这里头有两个对象 一个叫任务单对象 一个叫任务单验证对象 你看 很多时候 我们在 在做操作的时候 界面上 我们会有一个必填项 对不对 那其实就是我们这种验证对象 你想 在做需求 按说应该系到这种程度 我们将来在做设计的时候 是不是才知道 这还有验证 对不对 大家看 这个是不是就 覆盖的很到位了 也比较全面 也没有什么遗漏 对不对 所以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 要真正的一个 需求的这个过程 所以 我们需求 已经学会了 四个要素 也就是我们迭代四个步子 同时 在资源组织上面 我要求大家 遵循这三个原则 一 编号 这样子以后 比方说哪天 最后验收测试的时候 测到哪个功能 出bug了 最后可以反追 速过来 是哪个需求用力 出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非常有好处 第二 要按照我们 UML的三轴线 来进行变好 你说 我不按照你这个 行不行 当然可以了 但这是桑迪 推荐给大家的一套模式 如果你能掌握的话 当然好了 实在觉得 你有更好的模式 也OK 第三 资源文件夹的组织 这个太有用了 你说我不按这个 能不能画呢 当然也可以画了 只不就是后面设计的 看起来有点头大而已 好 那么 最最基本的需求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说白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四个要素 就是我们的四个步骤 四个要素 五个原则和三个组织 就是我们的UML组织 所以 最后 将来给大家考古目标 就是四要素 五原则 三组织 好 看怎么去组织 那么大家把今天 我讲的这些内容 好好的去 理解一下 理解一下 其实这个课程 真的是需要跟大家一块 面对面的 多探讨 多给大家演示 让大家也多演练 你才能掌握 那这样子 因为由于是远程的 我只能通过这种理论的方式 给大家过一遍 更多的 其实你要把变成自己的行为 一定要多练 我打算明天 跟大家 好好的去做一些例子 由曾斌 提一个需求 模拟一个需求 给我 我现场给大家做 现场给大家做 而且我会告诉大家 我之前不是说了吗 第一次需求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再做需求收集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都是拿纸记 对不对 回去再用UML整理 对不对 但是我不一样 因为我现在已经很熟练了 而且如果UML工具给力 画的够快 我一般拿的本子 客户一说完 我就开始画 他可能说完没多久 我就画完了 画完了 我就把笔记本翻转过来给他看 然后开始给他看图说话 然后来确认 他说yes 好 我回去再看 有没有需要整理 所以UML已经熟练到这种程度了 你们的需求做起来会非常快 就你随便说一个场景 你要去找了厕所 我立马就用UML给你画出来 OK 就这样子 好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么明天由曾鸣提出这样的一个用力 这样的一个需求 我来模拟这样的我们的需求人员 他模拟客户 我们来给大家好好的再做一个 带着大家走一遍这样的一个流程 第二 我还会跟大家说一下其他的一些高级的问题 包括需求变更 这些就是跟大家提出一些问题 我们一起来讨论和回答一下这些问题 那么这些内容都讲完了过后 我认为大家的需求 起码有一些条条款款 就是有迹可循了 不再是你以前那样杂乱无章的 就好像今天还有人问我 说上帝 我接到一个活 我怎么分任务来 这个我到时候在设计的时候 也会给大家说一下 你如果带着一个反对怎么去分任务 所以 一定知识 一定是什么 要去学习积累和总结 那么 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明天跟大家多练习一下